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Vicor Tyson 喂 先說吧 剛才我們唱歌 我不可以 你簡直是黎明這樣的款式 黎明上身 不是 我這個是杜汶澤上身 杜汶澤也有首這樣的歌 是 沒錯 其實我本身就是高登巴打唱的歌 那個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 你們唱機公首 我想大家都聽完我們唱這首歌 都知道我們今集節目都非常興奮 因為2比1殺敗榜首的李宗盛 本來一開始輸了12碼之後 排面上輸了8分 到現在差2分 那個落差 我想整場球的高低起伏 都是非常大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絕殺 絕殺會怎樣發覺 最後 我想可以說是最後一秒 當然可以 那時候如果我才散進去 李宗盛的球員輕輕點出禁區 一定不會再讓你繼續下去 因為已經是超過了 超過了4分鐘 超過了4分鐘 10幾秒開了 我整場球 我下半場的時候 我站在那邊看 很緊張 站在那邊看 人都可以跟著他動 你就好啦 我們先說一下 牛奶仔 你昨天看這場球發生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在尖花醉酒吧 即是 在慶祝情人節 是不是 跟Edwin 他跟Edwin慶祝情人節 不是 他約了看球 看這場 都叫做榜首大戰 我們賽前跟二次同分 是 即是 想著這場大戰 我們一定要贏 不贏的話 之後的賽程又不理我們 三線作戰 即是很多很多原因 我一定會贏 那你又在哪裏看呢 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 我在那裏 做著田園看的 在很小的iPad上看 因為昨天這場球是早場 我相信很多球迷 有情人也好 沒有情人也好 都吵架的 因為又碰巧過年 他還要 本身是 有早場 然後他最後改期 就改了 因為做這個超星期天 是 超星期天 可能很多球迷 昨天看這場球都很厲害 是的 我覺得是的 一個正常亞迷 如果攀拖 都在外面吃飯 正常亞迷 通常都沒有拖拍 哈哈 這不是我們 都是亞迷 亞迷出名英俊 怎麼會沒有拖拍 應該很多球迷 那一刻 可能大家有些 看到現場的興奮 看不到現場 可能都是一直上網 看一些消息 或者看一些apps update 他絕殺的時候 跟Edwin瘋了 拍桌 直接弄死了一杯 凍檸茶 但是沒有人來 然後 剛好 昨晚那一間吧 圍著那些對手亞仙奴死 有真的里斯達城球迷 我看到後面有一個 坐著 穿著里斯達城球的衣服 其他的那些利迷 根本 現在全世界 我想除了亞仙奴 熱刺 阿仙奴 萬成 其他所有人都想里斯達城拿冠軍 不是 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自己 維來 就是一些 阿仙奴球迷的whatsapp group 真的很朋友 他們第一個覺得就是 除了阿仙奴之外 拿冠軍 只有里斯達城 不想里斯達城 你也是 是啊 我也是 正路 正直投琴 就是我在看 因為我附近都有兩三個萬聯球 其實他們那個心態都是 吃著花生 看你怎麼壞 你這樣輸了十二馬 正路 如果你是壓迷 你現在在萬聯那個位 你也不想萬聯拿冠軍 我又沒有那麼壞 因為我現在也不放他在眼內 不是 就是如果換轉那個位 就是換轉現在的位置 不是 應該說 最想應該是里斯達城拿冠軍 應該說 人性就喜歡坐牆扶躍的 如果你覺得在阿仙奴 就算你不討厭阿仙奴 你是哪個球迷都好 除非你是壓迷 要不然 基本上一個正常人 都覺得 哇 里斯達城拿就夠話題性 是啊 有奇蹟性 有奇蹟性 是啊 所以變成大部分 不是壓迷的球迷 是 不喜歡看到阿仙奴有機會拿冠軍 是 想里斯達城贏 是很合理的 我們不會怪你的 不過 我們就贏了 三分二度 當然 現在我們看我們的賽程 或者現在我們排面 都是落後里斯達城兩分 現在他們那個 雲體 你自己在賽後都說 他說是輸了這場球 但是都可以帶著微笑離開 因為他始終都是在贏 帶著我們兩分 他自己都 我覺得他說的話都很大體 也很有禮貌 是啊 還有前四已經對完了 他們 六場球打完了 對熱刺萬聖 還有阿仙奴已經完了 是 接著下來 對那些對手 其實剩下 真的很強的強隊 其實不多 只是客場隊萬聯 和車仔 不是強隊來的 就是傳統強隊 是的 問心 如果我是里斯達城不領領 就是我的心態 其實已經是 就算今年獲不獲得冠軍 其實已經贏了 贏了 無論在明星上演出各樣東西 我想就算他們的球會 那些球員的價值 是 以及球會 就是你擁有很多球迷 其實這些是贏了 是 獲不獲得冠軍 對他來說 我覺得他在他的心態上獲得 那就固然好 泰國班主說 他們本身設的獎金 只是設到五鋼班有多少錢 然後去到不知道過了第12位 還是 第12位以上 就有650萬的獎金 我記得每星一位有多一些錢 但是去到過了12位 他設定了 因為那個英超的賽會合約 你之後 你不可以改那個獎金的浮動 所以他們不能改 而班主就說 如果贏了英超 就可以大家一起去 包團去拉斯維加斯 請大家去玩 嘩 這麼少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你真的要球員輸了錢 哈哈哈 就是贏了 就是獎金就輸了 但是我覺得你不應該 送他去拉斯維加斯玩 就是我覺得 他們現在的心態是很有趣 他又沒有說 那個增標欲望很強烈 他們在他們心目中 一人贏得一場 不是一場 每一場都 不是的 我覺得不是的 他們的增標欲望很強 還沒贏萬成之前 雲尼亞利 都沒有說過說增管 贏了萬成 對我們那時候 訪問他 講的已經透露了 就是說自己真的是增管 他現在說 他現在說不增管也沒有人相信 就是他到了一個位置 已經是不說他自己 已經很假的 很假的 你再說 還說 互級或者你說保前四 那些已經太假了 但是你對著傳媒 你跟人說我現在不是增標的話 那同樣地 你又會很打擊自己球隊的士氣 又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覺得 壓力相對來講 在這一個陣子 我會覺得壓力 在阿仙奴一定會大 比李斯特 還有他們的賽前 其實雙方領隊都互相 把壓力打算推向對方 現在李斯特承領先著五分 就是那個壓力一定在他們 初初他們一直沒有接觸過這種壓力 就是增標的那種壓力 就是初初一球用 沒有球的 打得很自由 現在是有目標地去打 就是相對 如果你對一些弱隊的時候 你的心態會不會轉變呢 就是我本身我不是增標 我可以打防反擊 因為我一分都收貨 譬如 如果對著你 譬如韋斯咸 愛華頓這些對手 記得過三分 就是原本是一分都收貨 但是你現在如果 切切實實 你是要想著爭標的時候 你會不會打主攻 如果你繼續打防守反擊 對方不攻那又怎樣 那不如說回昨天的長球 對 說回長球 順著說 那昨天的長球 其實你們兩位 你怎麼看 我們逐個說 沒開賽之前 我自己有信心的 主場 還有 先改了上半場 但是上半場大家都知道 最爭議應該就是那個十二碼 最爭議就是那個十二碼 就是華迪和孟懷義那個碰撞 究竟應不應該給十二碼 我想這個是最關鍵 好啦 不計那個十二碼 你覺得球員是怎樣 OK 我覺得好的 你覺得OK 一落場 雖然呢 延祖審判場 我們五成是零中的 嗯 但是其實你說說零中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威脅性是大 雖然他們中籠 他們中籠 如果你看數據 你覺得他們威脅大些 但是你看看 無論基奧特 山齊士 十分多 分多鐘 有一個頭鎚 那個肩膀領中 是啊 那其實那幾下 雖然是中籠 但是是好到的 很近的 我覺得你不可以用中籠 來中不中呢 來看他那個 威脅性大不大 我覺得我們是打得OK的 我自己也這樣看 就是 上半場呢 先說上半場 上半場 阿仙龍一開始就急攻 就是張伯倫 推過幾十秒 推下去那一刻 也有球迷質疑他 為什麼不射 其實我也偏向他射 因為他那個位置是 三四個李斯特成的後防 全部 放的位置都是比遠處的阿仙龍球員 你選擇全中 其實是浪費了一個攻勢 之後那個球出來就是 剛剛Tommy說的 山提士 很有機會的那一球 至於你說上半場 我自己的評價 就是阿仙龍其實只是得了 但是就 真正具威脅的射門 其實李斯特成的兩個射門 更具威脅 有一個就是 忘記了誰 放了球進去 然後頭髓頂下去 是接近淡地 就是獅子要分身破 還有另外一球就是 有球球在左腹位那裡 他直接是搓遠處 那個球高飛曲罪 那也是獅子單手撲出 就是如果你看回 雲觀整個比較進程 阿仙龍舞賽佔過優勢 其實也很符合兩隊球的性格 就是 一個打防反 對 而我們這場球急需三分 李斯特成可以拿一分的情況打 他一定是這樣打 那十二碼你又怎麼看呢 十二碼那裡 如果根據球例來講 那球球就不應該判的 就不應該判的 但是如果 張森比己 如果我是球證的話 我都一定吹十二碼 因為那球球你就算 你說華迪擺明來捉淘 那又怎樣 那你都知道 你落腳那一刻 就是蒙惟爾退後落腳那一刻 如果不中球的話 是 你要遇到對方前鋒 一定是有心撞過來的 給我都不要球 你說真的 如果你是一個職業球員 你走過去那一球球 你也打算撞到蒙惟爾 因為蒙惟爾 對腳已經縮到馬縮 但是最無辜是蒙惟爾那一球球 你臨撞過來的時候 他扭曲了一身 是 舉高雙手 華迪 不管你照撞過來 不過我覺得 你做那個十二碼 是很合理 其實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次 被球迷或者外奸廣泛討論 我記得去年 米高奧雲 你很明叔 也有講過 真的你普及明叔 這一種的行為 其實應該予以譴責 喂 那又怎樣 你球證 電光火石 擺明是有身體接觸 只不過那個地方是禁區的 如果你在禁區外 你們會不會有這麼大反應 只不過那一球球 其實我覺得 應該討論的點 就不應該討論 是否在十二碼那裡 應該討論 到達去回 我想兩格 起碼兩格 奧斯爾被人考考 奧斯爾禁人跳 我們本身應該在禁區頂 大概二十五碼 那裡有一個罰球 那沒有 那我們球員真的投訴 打反擊出來 高斯爾尼飛 又不是很真正 撞到李斯特勝的球員 事後補回了王牌 其實一連串巧合打下來 打到這個十二碼 就是其實 如果這場球 阿仙奧失分的話 其實賽後 我猜那個評論 其實一邊左右 就是講球證執法有多麼不公平 好了 輪到我覺得崇貝昌 我是認同牛奶仔的 是 我是覺得阿仙奧是踢得 沒有預期中那麼好的 是 就是問心 不是 踢得好 我是覺得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我不是說他不好 OK 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第一你主場 你主場被人優勝 是合理的 是 但是我又看不到你給對手特別出色 和特別盜獄的地方 是 我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我們是比較出色 但是不盜獄 對 就是總之 簡單說一句 到後不吐廢 就是又不是說很耀眼的 我覺得如果不是因為那球的十二碼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尾段是領先 這樣說 就是我覺得是打緊了的 我每一次看阿仙奧 看大戰 那一下判十二碼 我第一個心態就是想 丟 又是十二碼 不是 為什麼又是這麼差的呢 為什麼不斤斤都是這樣 逢親大戰 但是這次不關他的事 你不要說關不關他的事 逢親大戰 總會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發生在我們的對方身上 就是兩王一紅 兩王一號 紅牌 這個又不知傷了那個又失敗了 總是有些狗不搭拜 你是強隊 你是一個爭標的強隊 這些不安的因素 其實應該要在計算比賽裡面 例如 他是打反擊 你知道他是打反擊的 他怎麼會不打反擊呢 你打反擊前 你說先由奧斯爾那一格看 我不要說到這麼複雜 當球證不判奧斯爾 不吹奧斯爾 那個罰球給阿仙奧 你包位是不是可以包得好一點點 其實包了的 因為如果那個十二碼 其實華迪已經進不了這個禁區中間 他只能在哪裏 只能這樣說 又這樣說 我還是做得OK 不過他判了十二碼 是誤判 我當他真的不判十二碼 但是蒙惠爾那個動作 是不是可以做得優勝一點點 而讓球證都可以避免 其實那一球有點尷尬 因為轉身追的話 我覺得華迪直接可以吸進來 就是推完之後 還可以吸回來 因為你轉身走 你跟華迪的速度 本身應該是華迪比蒙惠爾快 你再加上轉身 我覺得他就是不想搏轉身的 還有問心 其實我印象中的那個所謂的突擊 除了蒙惠爾 其實蒙惠爾身後 還有球員在頂一頂的 不是還有獅子 就是你是不是覺得華迪那個靠邊 那個靠邊 是電鋼那一隻 他在靠邊邊 就是在K角位那裏 你認為那個攻勢 可以真的當他什麼都不做 而能夠轉化為入球 可能不少過50% 做守衛有守衛的尊嚴 我們這件事 在對車路士梅迪薩卡那一箱紅袋 我們有討論過 正常的後衛 是不會計算那麼多 他第一個責任就是不給他 光火石就要閘金 就是我覺得希望 希望將來的大戰真的不要再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 你希望他不扎掉 應該這麼說 我們是阿仙奴球迷 我們看的東西 跟一般的球迷 我們一定是有些分落到自己外隊那裏 我當時跟另外的那幾個球迷 人家第一句都在那裡說 你阿仙奴也是這樣的 你也是這樣 學什麼人爭冠軍 你回去20招 這句是偶爾 但是問心 我自己想起是真實的 你真的很不爭氣 你也有你的份 我又真的是 反過來你被人搏到十二碼可以嗎 又或者不要 不要再也都會 這次我們幸運 我們最後是絕殺人 反過來我們被人絕殺也多 臨完場失分也多 但是我這樣說 其實最後有個數據出來就是 其實這屆華迪是 做十二碼做得最多的球員 做了六個 就是他有些有心 有些真的被你踢到 但是我認同Eric的是 你那球球如果你落到腳 而你不中球的話 其實你保持那個動作 就算你舉手 他撞過來都一定是十二碼 但是我又覺得 就是電光火石那一刻 他是有權敢做 況且現在我們被困 你應該幫我們說話 我自己覺得 我認同Eric所說的就是 我們擠擠大錢 都是這些大事 但是我覺得這些 都是球證混蛋 風水問題 多於我 又要賴這些 Anyway 那我們說回 下半場 下半場 Tommy你又怎樣看 下半場當然好看 只是站起來看 你站起來看 在這場球裡面 你最欣賞的是哪個球員 如果你單計下半場 就是我們追和 和仔出來 這個很厲害 雲家做了 做了三個調整 我覺得 第一 要賺雲家那個調整快 因為其實你很少見到 雲家會這麼快換人 半場就換了 六十幾分鐘 一併四分鐘 半場 第一個那個是因為 高思義離售沙 是的 張白師入了 張白師 但他換和和仔都快 他六十幾分鐘換 平時換和和仔 起碼七十五分鐘 我反而是這樣看 因為為什麼雲家這次換得快 又或者 我不要把焦點 焦點到雲家 因為其實 這場球最絕妙的地方 是雲妮阿里鮮 釣人 他抽起了馬列斯 和干旗神斯 就是他前面 打少一個之後 他基本上 三個攻擊球員 他已經抽起了兩個 只留下華迪在那裡 變相 其實他在馬列斯 我自己覺得是很笨的 因為你 以往打反擊 你看回 譬如對曼城 甚至乎很多場比賽 其實由馬列斯和華迪製造出來 每一個的入球 那你現在其實自斷一臂 就是你連打反擊那一下 都叫做不用 直接斬個球給華迪 或者你那個心態 其實在贏一比零 就是打算四手到完場 喂 如果我是教練 我看到你抽起了華迪 抽起了港旗神斯 我立刻 我立刻 馬列斯和馬列斯 我立刻在禁制換和角特 或者衛兵下線 讓我進來 這件事是必須的 所以雲家都是換得快 而且那一下你根本沒有選擇 我們和球當輸 如果和球當輸 可能還可以慢慢摸 但是那一下 喂 不行了 對方 丹尼深信 紅牌完之後 我們絕對需要很快 這方面我又不覺得說 因為調動出色 我自己覺得 我事後真的有這樣想 如果那一球球 我才斬進去 球場頂出來 一比一打和 賽亞的評論完全不一樣 一定是 都是小雲家 對方很低能 對 有沒有搞錯 不換這個 這個 賽亞的評論是 差點問題 尤其是奧斯爾這場球 發揮那麼差 一定很多人問 為什麼不換走奧斯爾 是的 現在逆轉 玩家很神 其實 人當然是這樣的 我都是奧斯爾 我就是不喜歡這一種 如果你那樣東西 擺在這裏是正確的話 始終都是正確 那個賽果 不應該影響到你自己的評論 你自己的判斷 我都會說 就算怎樣 我都覺得運家是運得快的 這個事實上是比以前快的 我是讚他這個 但是我又認同今天亨利所說 亨利今天也出了一篇說 阿仙奴贏球是值得開心 但是真的沒有冠軍上 我覺得不是 我真的不認同亨利所說 我都覺得 我認同亨利 因為我昨天看來 我都覺得 阿仙奴踢得 有一點點武神 武器 又沒有主場 不是 你這樣攻落也不是 我知道 你都是那一句 你想想 如果要贏那場球 你都不是靠 最後一秒頂入 那一刻其實我們的攻勢 都ok到肉 你猜想 到肉 我見到藍絲和山尼士 因為你12.5個個球而已 是啊 你看到藍絲 你看到山尼士 那些球射了去九象院 真是老公 因為他們 最後全部是全手 我覺得ok 為什麼第一天 文家換了和國特出來呢 他很快按 六七分鐘左右 和國特就幫他追成一比一了 你要看回整場球 你看幾好球 前中後打了 前場塞了一個球 走回中場拿一個球 這些女隊看到 然後他還是 頭腿設定了兩個球 是很致命的 一球就是被和國打入了 另一球 韋比克一換下來 他設定了給韋比克 韋比克 那一球是踏踏踏踏跳而已 是啊 還有一球半車身呢 是啊 其實你這樣說 我都說不到肉嗎 看到我也是 應該這樣說 我昨晚就看了兩場球 都是熱刺對曼城 還有 這個叫做我們 頭四位的互相大戰 看完這兩場球 我真的覺得 雖然我是亞文 是 我都沒有說對熱刺 我又踢包 是 是 看完這兩場球 我真的 因為熱刺我不是只看過那一場 之前也有看過 我覺得如果以狀態計 近期看下去 但是 一定是熱刺 似有冠軍相 多過亞斯文 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贏了運 球證那球 都給他12碼去 就是 我們昨天 我覺得很好的 我覺得我們沒有運 輸了一球12碼 這樣反勝 我覺得跟他們不同 其實我覺得 誤判是正路的 你那兩球手球 第一球是講的 就是大家講的那一球 第一球是 張伯倫 散中 對方守衛了手 還有另外一球就是 基督特 那球擺到明就是 會射中籠的一球 對 投膚單手托出 但是我仍然認為 他誤判是正確的 但是 但是不判你連著史達林 那球也不應該判 那球是正確的 其實是轉圈 大哥 兩場球都是2比1 兩場球都是2比1 我想說的意思是 就是不只是單看那個結果 不只是單看阿爾茲贏了 對,不是單看結果 我想說的 我想說的就是 不是 不是 兩隊的狀態 踢出來的感覺 整隊球的精神面貌 我覺得熱刺比阿爾茲更精神 倒,看球不倒球 看球樂趣多 講完 哈哈哈 就是看下去 如果有人踢下去 兩隊的狀態 我會覺得熱刺得分的板斧 是 還有那個防守的力度 是比現在阿仙奴好一點 所以感覺看下去 受戀了一點 哈哈哈 我真的說 如果以事論是 萬成是踢得最差的 四隊來說萬成是最差的 你現在給我貼一下 如果以狀態 萬成是最差的 阿仙奴和李斯特城 我會覺得是不搏 不搏 就是如果你一直繼續跑下去 熱刺是稍為帶出一場 OK,熱刺我們不要說他 其實我們說回 boken回到全球 我們兜回去 不如兜回去亨利的言論 對 對 就是 雖然這麼說 其實 我是同意亨利這麼說 我是同意亨利這麼說 就是講阿仙奴沒有冠軍上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綜合了很多的因素在裡面 不單止講阿仙奴球員的狀態 或者打出來是怎樣 我們還要照顧一下我們之後 就是我們 熱刺李斯特城之後的彩程 是 這個也是我們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至於 我只是同意這一部分 至於你說阿仙奴打得不好 或者不夠人好 我覺得 其實阿仙奴真正打得不好那一場 是上場贏2比0對班尼瑪夫 對士督城那一場 就是我講2016年 打了這麼多場比賽 我們失了很多分 我有三場球 就是之前和球很輸球 那對車仔那一場 我覺得也有分執 對利物浦那一場3比3 我覺得我們應該贏 對沙岩頓那一場 就看到眼火爆 其實這場球 某程度上 去到最後 我很繃緊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場球 好像對收岩頓那一場 是攻擊都不x入 就是你講一下 你梅迪薩卡 空氣那一場 那一場 怎麼會不入 你那球球有這麼大機會 還有你是一個 在這些環境下 你是我們 對球頭槌最好的一個人 你控制那個球 如果你是fear header 你不應該頂成這樣 但是我覺得 昨晚的攻勢 對比剛才說的那幾場球 那些攻勢 是入獄過昨晚的所謂攻勢 大家都是送完攻勢入獄 不然 不然 無論是射球的角度 力度 以及應該入獄的程度 我知道你現在那一刻 那一刻不算 因為我真的入獄了 其他那些我真的覺得 到頭不到尾 第一 我覺得基佬就是那個本車生 然後 應該這樣整場球裡面 有兩個球員 我覺得有點失望 就是奧斯和申斐斯 他們兩個是跌了一架的 我們接著他走 但是他們兩個跌了一架都好 我們整個球隊都有這樣的氣勢 就是如果他們兩個 適合20% 他輸了九勢 維爾真的很強壯 我覺得很堅強 你見華迪入完12萬1之後 他其實那一刻是很想哭 我看到高基廉就走過去拍他 連他想哭你也感覺到 他直接看到他的樣子 假裝有淚光 高基廉就走過去 不斷摸他的頭 直到他醒 場球未完 接著下半場 紅維爾看到 他的全中一手 我覺得冠著阿仙奴 就是 他是其中一點 另外 我昨晚也開post說了 我覺得這場球打得最好的一定是基奧達 就是 丹尼深信哥寄的紅牌 一拉就跌 製造了第二張紅牌出來 還有有球球 下半場 打反擊的時候 我見到基奧達追 一直追追到自己的 就是過了中圈 過了中圈 之後 搶了球回來傳給自己的隊友 我心想這個不是基奧達利 就是你不應該出現那個位置 而你也不需要回撤這麼深 但是 我見到整隊幫人很想很想贏這場比賽 沒錯 就是那個鬥心 鬥心是出來了 所以你說到好像 我覺得他是 不是 因為我想他們 有更加好的狀態和能力 你才可以踩到尾 我覺得 有些事情就是沒辦法 狀態是 每個人 你的狀態都有高又低 人一定會有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就是 奪貫有一件事情 就是靠狀態 天時地利 鬥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身 這一場球 就是本來我們 可能 如果他們沒有鬥志 不是咬到最後一秒的話 可能我們已經是一比一打和 或者甚至是輸了 差了那8分 你已經不用去爭標 現在我們應該也要讚 就是球員那個鬥志 就是這樣咬到 這個我也會讚他 但是我現在很擔心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對上這幾個星期 都是一週一賽 都沒有去到最痛苦的地獄賽程 就是都沒有踩到下巴掌 你沒有辦法 但是你現在 你沒有辦法 其實我們贏 其實除了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贏我們的後備質素 因為我們有制禁 壓到衛逼克和瑞尼 沒有辦法 其實你想一下 李斯特成 還有十幾場球 十二還是十一場 十二 十二 十二場球 其實你說說華迪 或者瑪利斯 兩個禁重的攻擊的人 隨便一個傷了 其實他們都很大 他都沒有後備 可以replay了他 這兩個禁重的球員 就是起碼我們真的有 甚至乎你說 但是奧斯可能太容易 三齊士早段時間 他受傷了 我們都replay了他 我覺得已經是 代表我們是 爭冠的力量 是比他好 有板凳的深度 是啊 其實我們起碼真的可以按按鈕 如果我們沒有按鈕 就是反過來 加美以後受傷 沒有後備 換張法師出來 當然下半場裡面真的要守 不是多 但是張法師 起碼沒有我 之前其實他換出來 我說了一句 混蛋 我真的說了一句 就是心裡面 是 糟糕了 換了張法師 張法師定 一換出來 下半場很久 下半場很久 有球球衝出來 然後他帶球 帶出一個危險的 就是他 我讓我看到他有腳法 但是中堅又不要玩那麼多 我知道 他的腳法從來都令到人很震驚 他有十三億人口 我覺得整場球是這裡 為什麼我說我站在身體球 就是因為 我都感受到球隊那一刻 那個心 所以我都站在那裡很緊張 如果你說不是 我們是踢踢 踢踢的 我也坐在那裡踢踢 不是踢踢 絕對不是踢踢 只不過說 為什麼不可以把這些攻勢再化為再入獄 因為早一點可以鎖定勝負 每一隊球每一隊球都有他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自己是球迷 或者如果我是一個教練 我們很清楚 某一些球員 某一些特點 或者某一些弱點 你不能夠在短時間裡面改變他 其實我們應該看球 就應該看可以改變的因素裡面 做到最好 而現在阿仙奴讓我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 就是為什麼他一直 他之前失分 我的心不會去責怪他們 就是因為 有一些事情 譬如和確特的把握力 或者基爾特某時候的把握力 你這件事情 你是很難去 轉發不能入球 對 很難去突然推他 就推到 不是說你罵他 如果我罵他 是 他可以射得好很多的話 我覺得是兩回事 但是現在 整隊球 讓我看到精神力量 鬥心 所有的東西已經去到最高峰 就是他們已經發揮到他們最好 我覺得 就是不是很應該去怪他們 不是怪我 我沒有怪他們 不過就是我想 賺一個個個個 不是 都是那句 有心 如果你看完 看完昨晚那四隊之後 是有點擔心的 但是 我同意一件事 就是 同意你說什麼 就是 我覺得 萬成跌下來了 現在真的有一點 三頭馬車 是的 這個爭標姿勢出來了 就是尾段 我同意 阿仙奴不是最大優勢 爭標那個 但是我不覺得我們差別人很多 嗯 不是差很多 只不過他是放了個頭 跌跌跌跌跌 因為 是排第三位 但是同分 我覺得也都 嗯 即是在球員的鬥刺 即是如果他長場打到這樣 拼到盡 真的 拼到盡 都不行的 是啊 但是我也覺得是很正的 今屆 是啊 你對沙南盾那一場 其實也是打反對沙南盾那樣 就是 這個心 我覺得有這個心已經夠了 又不是說有什麼特別大的錯失 你講真的 如果昨天 你要選 就是數一些球員 說他把握 機會把握得差 是是沒錯 你生提示 就是這麼高質素的球員 你在十二馬點都有兩腳射球的機會 一球被人救了 一球 就是忘記了就怎樣 總之就是不到肉 但是 飛機也有球 是啊 就是艾朗藍絲那邊禁門 果行科真的看到 我又想問兩位有沒有一個感覺 就是昨天我一直看的時候 這個很小的 那個iPad 我就一直看到 他們在禁區頂 就是都是在做一些很迂迴的 穿迴一點 都不是穿迴的 在一邊迂迴了 又去了 但是永遠又不嘗試掉進去 因為我經常想 有基奧特為什麼要搓上去 不停掉進去 其實 我就是看到他們在禁區頂 猜猜猜猜猜猜猜 其實我那一刻唯一想就是 為什麼沒有人肯在禁區外起 除了這一點 我覺得 是我 有些 就是有些疑問在這裡 為什麼沒有人禁區外起 例如 藍絲也沒有 張柏林也沒有 我覺得 就算OCE那些 你可不可以拖一下 或者 Sanchez那腳 他們沒有人在禁區外 其實有 藍絲 最後有一腳拆過去 拆過去出界那一球 就是中港澳派 就是最後那一刻 但是 我也明白 但是我反而想他踢成這樣 就是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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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絕過 而且 你看到製造到的攻門其實是非常之多 他這樣踢是沒錯 你只不過是把握不到而已 就是你說衛比克入球之前 他浪費了基奧特 那基奧特其實設定了很多球出來 就是又撞射了 三個球給三個球 就是這樣就是正路的 就是我覺得入球是遲早問題 跟沙南盾那一場是完全正路一模一樣 後面已經打得這麼密集 他們幾乎除了華迪之外 所有的球員 連同龍門已經聚焦在禁區 而我們仍然在禁區附近那裡猜到球 做到球進去 在一些比較近的地方做到一個宮門 我覺得這樣的阿仙奴其實是沒錯 只不過講到尾都是把力那一個問題 好了 那我們又講回這場球的主角 就是我們今天也唱了他的手 就是委逼黑 沒錯 委逼黑 我又想問一下兩位拍檔 你們看的時候 委逼黑大概是多少分鐘下來的 最後是七分鐘下來的 最後是七分鐘 你覺得他的七分鐘 最後一個球場就是當然固執人經典 但是在這個球場出現的是委逼黑 其實他的表現又如何呢 其實他的觸碼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 因為已經完全全是一場半場的攻防戰 每一個球員其實理論上 你不是做帶球 酷球那一個 你知道足球支付不會太多 就是等機會 那就是做足本分的 我可以這樣說就是 其實雲家樂給他的指定 其實都是在禁區裏面等機會 是 報機會 他都報了兩個 他就是兩個中一個 我覺得他的表現是 就是委逼黑 超乎星 超乎星 我才唱完 是啊 我們看回那些片 看回那些相片 你們都是你們剛才說我知道 委逼黑好像是入完這場 衣球球球 哭了 是啊 很激動 其實他兩場都有哭 就是比亞迷最深刻的兩場 除了連中三圓那一場之後 那人中四比一 上一次被我們很激動的就是 就是足控班八強 對曼聯 那四入回舞會 那個球球也是憑著他的入球 贏2比1 我們晉級四強 那一場球他有哭的 然後這場球也是 不過其實說真的 在這一個氣氛底下 攻到95分鐘 而明知這場球 我們三分一定要拿的 那個爭冠裏面這個關鍵性 我想 絕對這三分是很關鍵的 如果要贏到 就是我們拿到今屆冠軍 這一球球 我想我們replay很多次 而且會講很永遠 直播很永遠 而且會中在腦裏面 這球 因為這場球是六分球 就是差8分和差2分 就是這球那個價值 和那個經典性 我覺得都可以拍得住 上次亨利那個錯誤網仔 我覺得是僅次於曼城射入QPR那球 就是阿古路 入結 入完之後整場 震驚13億人口 就是那球球 這球球其實 就是不要說違規 他們一入完球 我自己都流眼淚 是很正路 因為你太繃緊了 你看了一場 最後二三十分鐘 瘋狂攻 你看到他們很努力 而且得不到應有回報 入完 下午的正路你衝上人群 直播衝到球迷圈裡面 我都沒有看 但我覺得是值得 值得 他脫衣 脫衣 也值得 那球真是驚艷 就是你不要說 你看球員都很興奮 你知道他們攻了那麼久 你不要說 你就是看雲家 看一下雲家 還有你嗎 這一幅照 你看一看 你在後面那兩個 一個高紀念 一個雙方 三角的樣子 開心得到 雲家很少這樣 通常是愁眉苦念 雲家上一次 我記得如果要跳到這樣 都好像是歐聯 還是 對巴塞 對 對巴塞 入了那一腳 他可能跳單踢舞 對巴塞 真的你 你想一下 就是總會脫賽 對 真的好鬼 對後勝 唉 就是這樣 好了 接下來 不如牛奶仔幫我們說一下 阿仙奴 我們也要回到 接下來我們的賽程 OK 就是 怎麼看呢 我們是最堅強的一隊 就是前路是最漫長 最難賣的一隊 因為我們今年的作客的 而且確實真的有些信息 其實我們打前四我們打得不錯 是的 但是打回傳統群隊 也不算太差 但是作客就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眼仗 我們還未打 就是我自己mark了 我自己認為眼仗就起碼有四場 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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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先是月美 我們 28號 我們隊員巴塞之後 我們要作客奧脫福打萬聯 然後隔一隔屎雲屍之後 我們又要作客 打這個不倫敦打比 對熱刺 然後隔西布朗 又要作客愛華頓 就是愛華頓也算是一支 具實力的球隊入圍的主場 愛華頓是很硬的主場 是的 然後主場對華福特 之後我們又要作客韋斯涵 韋斯涵今屆的主場 究竟殺了多少隊球隊 我想 他對前六的球隊我沒有正式數過 我猜殺了起碼四場 就是他前面的五、六支球隊 他的主場是很厲害 我們主場對水晶弓 然後客場對新特蘭 主場對諾域治 然後我們還要在聯賽第三十七週 尾爾那一輪 我們要作客曼城 這場絕對是爭冠的關鍵戰 我希望到時我們還在爭冠 還可以爭的 然後最後一場對維拉 反之我們看我們現在領先兩場的李斯特成 其實他最惡劣 最地獄的賽程 其實在我們二月的第一集已經說過 全部集中在二月 三場 利物浦、曼城、阿仙奴 那兩場 我猜三場拿兩分 他竟然拿了六分 是的 之後的情況 如果不是好像Tommy說過的情況 馬列斯或者華迪有什麼傷病 其實他們要走到尾 當然也要看看下半季那些藥女 對著他互給的 中下有的 對著他 究竟肯不肯放下身段 對著今時今日的李斯特成 跟他一起玩防守反擊的時候 我看看李斯特成究竟有多少的了子 可以一直一直揮到尾 因為在對阿仙奴之前 出了一些數據 其實李斯特成今屆 但是你看他進攻反擊那一刻 很耀眼 其實他真正在所有數據榜上 站到前列的可能是攔截 封了 就是這些數據 他排在英超前列 而全球成功率 控球率 就是那些方面 就是一支打陣地戰 或者一支打主攻 需要做到的球隊 他其實全部排在英超第二十壞 就是他控不了球 他全球是不得準成 就是大部分以球 不過有一件事 長傳他是英超排第一的 就是傳送的距離 這個有之後 其實有數據說過 就是說 就是由 你實在成功 那不如我們去攻 就是那個心態 會不會是這樣呢 對著一些 喂 有些綁尾球隊 他自己也要分的 是 是不是 就是譬如我剛剛有看 周六 西布朗對愛華頓那一場比賽 他的對手只是愛華頓的 西布朗 就是那場球 五射 不知道五射 六射一中 整場球24%控球率 贏一比零 他見到他們那一場球 他是對著愛華頓的 到手了 完全是 901了 901了 完全是防守 所以那場球愛華頓也很慘 絕對很慘 那你見到 李斯特成 理論上比阿仙奴容易打很多 但是作為阿迷 當然想那些球隊放下身段去打 那他們主場 諾域治 西布朗 那我一路讀球隊 瓦福特 紐卡蘇 那黑場對水晶弓 我覺得可能有得咬一下 那接著對 西蘭頓 新特蘭 主場對這個 韋斯咸 史雲斯 那臨尾三場比較接近 分別對曼聯 愛華頓 和車友士 那其實你如果就這樣看 一路打下去 他好像去到最後三輪 才真正遇到一些 我們傳統會認為是比較棘手的一些球隊 那其他的就 就是絕對是比阿仙奴好走的 還有他們另一個 那個弱點 或者不是他們的優勢 就是 他們是沒有一些有質素的後備球員 就是換下來 就是要按鍵 他真的去到攻不入了 他要變的話 其實他沒有 因為他 他在阿仙奴之前 六場球裡面 他一個球員都沒有換過 就是那十一個就是那十一個打足六場 那證明什麼呢 證明是他沒有人可以改變 就是沒有人可以換到那十一個人 正常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他去到尾段的話 他可能真的不進的話 其實他真的要換下來沒有人可以 但是他就優勝在 就是說他接下來就只有英超去踢 就沒有其他比賽去踢 那我們再說一下熱刺 其實熱刺都頭痛的 是啊 熱刺接下來又要作一下韋斯咸 主場鬥阿仙奴 這些都有機會失分 又要作一下利物浦 你知道利物浦是很海鮮球的 越強越強越弱就越弱的 阿仙奴就是利物浦 那他們主場又要鬥曼聯 作一下市督城 作一下車路士 就是這些剛才我所說的 全部都是有很大的失分空間 是的 所以說我覺得 所以看回賽程 我們的優勢 就是我們是不是很頑皮呢 又不是說頑皮得好像很差 是的 但是你說有優勢嗎 又說不到 所以呢 看個勢 我覺得今年的英超冠軍 真的分分分爭到至少 最後尾二或者最後才能得到結論 是的 就是不會說早早都會 真的靠那個鬥志 我很肯定告訴你 曼城就沒有那個鬥志了 你看看球員幾場球的關鍵戰裡面 前六還沒贏過 你已經知道他 球員那個鬥心是頑皮的 是頑皮的 可能第一換了主帥 之後連輸了兩場球 但是他上半季都是這樣 你不要管 但是我覺得 曼城現在在他們的球員裡面的心態 爭冠 可能他們的鬥心沒有我們那麼強 就是沒有阿仙奴 沒有熱刺 還有沒有李斯達成 挺怕的 沒有你那麼強 我也很強的 對一些奪過冠的球隊來講 那個心態上 難免是會有些job的 是的 就是看曼城 我自己看昨天那場球 雖然熱刺的發揮 的而且都比較出色 但是曼城是否想像這麼頑皮 對李斯達成那場我覺得真的頑皮 但是昨天對熱刺那場我又不覺得 即是說打得很差 我也覺得 到現在這一刻我仍然不能夠排除 他能夠衝回去 因為始終他只是跟榜首的李斯達成欠六分 我們跟他欠兩分 其實他只是後我們四分 仍然不能排除 但是前四個格局 打完這三場 2月打完這三場就很定 一定 因為曼城已經丟了隊 已經 打得對著榜尾 新德蘭都很難 沒什麼都沒有 而且我反而覺得 曼城今年差就差在什麼 當他回復鬥志 當他們沒有說有任何鬥志上的水平 他們最慘的是老人球隊 他們真是可以用的人 仍然靠司華 爺爺托尼這些 真的說真的 昨晚長球我覺得他們最大 輸是輸在武運的一件事 輸在體能 其實是傷患問題 是啊 曼城是很坦的 是厲害的 他昨天可以轉陣 都是轉過那個72號 我也不知道哪位 伊恩南 射入追和的那一球 這個細千杯金球長 好厲害 但是如果以曼城這些這麼有錢的球隊 沒理由他後備要按鍵 你都說不出名字的球隊 不是啊 其實他很厲害 可以這麼幫你進來 其實 變相我會覺得 無論他要咬離那十三場球 十二三場球 他的球員 十二場 球員的體力 因為年紀大了 他們還要應付歐聯 還要應付足總盃 還要聯賽盃 是的 他球員的體力 是不是可以捱到這麼多場呢 而他的球員已經三十幾歲 全部都很多三十歲的主將 頂不頂得這麼多 斯華和 對 兩大主將 後防 金斌尼昨天出來 不覺得很特別散鏡 OK 跟他最合適的時候 我想起碼只有七成 都頂了 剛剛復出 我真的不覺得 萬成 我想他作客那些球 都是和一下輸一下 我真的覺得不能排除 不能排除 不能排除是真的 不能排除 但是我覺得 就比最低 對阿仙奴來說 看來賽程 只能夠令人審慎樂觀 我們球隊現在有的鬥心 其實我是欣賞的 另外我又想回到亨利說 那一段 就說阿仙奴沒有冠軍上的 我自己陰謀論少少看 我覺得是扯貓味 因為雲家就擺明磁庫 對著傳媒不罵人 我想他在球隊 平時都不會說 操得你很厲害 那些人 現在就是要有一些外力 我覺得阿仙奴 就是年輕 那一代 就是要看少他們 對 一定要給一些 刺激他們 一個用邊 另一個就用棠 看死你 我們大底也看死你 你那些臭小子 說真的 你亨利 他真的想阿仙奴死嗎 我覺得他的某一些言論是 刺激 是的 在做另外一個工作 就是他要刺激 現在阿仙奴班人 就是 陰謀論這樣看 其實對球隊的發展其實是好的 就是你讓他冷靜下來 還有 亨利是有一個很強勁 一個爭冠的經驗 他可能 他可以對比到 現在這一隊阿仙奴 跟他03年那一隊差些什麼 質素上面 不要說了 我認同 現在阿仙奴比不上那一隊的 但是 質素 低之餘 你也都要 就是 將自己發揮到120% 甚至打出來鬥志 就是 我覺得 現在這方面就是 各方面 阿仙奴上上下都在做的一件事 還有 球迷不應該太厚地去看自己的球員 因為就是 你就算 你看人 看得這麼細緻 但是 有時候你看回自己 你也未必一定會這樣 還有有些事情就是 量自己 和量別人 那把尺都不同 但是不是這樣 你這樣說 我本身想說我會思議 說的 可以 我剛才也說了 我都覺得他差 他的差 他的差 除了這一場的表現之外 我覺得很失望 是 雲家其實今年對他特別好 有很多時候 我怕你累 十七個做工 不是 他是十七個做工 但是在這段這麼重要 他昨晚隱形 那 雲家其實今年已經很開著他來聽 他隱形幾長 不是 因為我要替奧斯說些話 就是 因為這場球那個 叫 奧斯 不是 李斯靖那個球員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是全地 是 全場是貼身高藥看著他的 應該是在三部範圍之內圍著他 我覺得 他一拿到那個球 他連心都轉不到 有幾下 他自己撲到那個球 他都被人迫搶 我覺得這裏是 因為李斯特成 就是有一個針對性 對了 那又是 我覺得他也是長了一些球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很頑 我覺得他可能還沒給100%狀態 但是 他又有一個原因 他被人幫他好死 但是他 起碼傳了幾球 關鍵 那我就 梅迪萨加哥又撿給他 是啊 最後撿殺了又撿 我又不接受你這樣的方法 那你問一下 如果雲家換走了奧斯爾 會不會有梅迪萨加哥的機會 還有會不會有最後那個機會 如果你給山提時撿 甚至藍絲撿 可能那球沒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在那裏 但是這樣說 你要知道他是阿仙奧的當家 最downfit的球星 最貴的標王 是 你被人記錄就當然了 是 誰不知道要記錄奧斯爾和山提時 你被人記錄得 你做得球星 你要遇上要擺飾 你要擺飾 這個都是奧斯爾的限制 其實由奧斯爾加盟以來 除了季初過一段 其實他都告訴你 他不是那種 就是應該是 他一定是其他球員 有好表現 因為他的職勢是助攻 現在其實他是交到功課 但是最慘的是他 他昨天連拿球 想交腳球出去都做不到 我去到這麼快 一定就做得不夠好 我簡單地說 只不過大家 將他幾下被人迫搶 掉漏了那幾下的畫面 你放大了 你中官場球裡面 你給那個 打了乾尼 金場球 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1比1的話 乾尼是拿MVP的 他簡直是拿了MVP的 1921分鐘公佈的時候 然後今場最佳球員就是那個 是啊 其實如果你真的在 什麼最佳球員他記著 他有一點點 我覺得 我接受 但是這樣 我最後絕殺 沒有辦法了 他幫我最後絕殺了那個助攻 但是你要明白就是 第一季的奧斯爾當他不適應英超 第二季的奧斯爾 你說他打完世界盃武力 這一季擺明就是 搬了那個台 搭了那個台 就是17個助攻 是啊 但是你現在 你頭的17個助攻 但是你後面這段武力 我告訴你還有12場幫 沒有什麼比賽踢的 當他12場幫 當他加6個 33個 我不是要他破紀錄 我是要他幫助球隊 他破紀錄 其實某程度都是在幫助球隊 是 但是我想說 就是希望他 上場人家都入球 你幹嘛不斷 我不是 那他真的看得差了 大哥 就是這場球 或者我自己這樣看 對著李斯特成 我們一定是多點開花 就是用球呢 你打多一個人的時候 又不一定說 要加到奧斯爾直去 你再傳出去 其實給我看到的就是 蒙韋爾也有很多高質素的傳中 有時候 雖然他是我們 對中最好的傳球手 但是 我們有沒有固定他也好 就是對手有沒有固定他也好 這場球其實都是多點開花 就是右路 你看到張伯倫上半場 已經貢獻了幾個 很具質素的傳中球出來 甚至乎其實今場球 張伯倫的角球 我自己覺得也是開得 很多球都開得很漂亮 基奧特有球球 是下半場的球球 就頂高了 那麼 蒙韋爾 你貝林蓮 也都是有很多的傳送出來了 就是變了 不需要focus在他身上太多 就是 我們也不需要 一定要經過他的傳球 奧斯爾呢 我始終我期望 他是作為一個阿仙奧的領袖 他很應該要再做多點事 挺身而出 不要好像他到達華漢 我就被人硬迫了 我什麼都做不到 你問我 他是否真的做不到事 我不錯 就是在中場裡面 除了有兩三下 被人迫掉了一個球之後 他在中場調到 以及他在左邊 和蒙韋爾 和山齊士打氣的配合 我都是很漂亮 又或者這麼說 可能가지고 雲家要再量度多一點 我記得有一場 奧斯也是這樣全場被人封死 下半場 雲家將他的位置拉回後一點點 其實奧斯已經很自由 在場上給他的位置 我想 雲家根本上就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 對 因為你有很多時候 你看到左中右都看到他的 就是 發揮得如何 這場球模擬他是比較信息一些 但是 我覺得 成敗都不在於他 這場球因為是 好看好整體的發揮 當你打多一個人的時候 用波自然是比平時亂一些 或者你可以說快一點 因為見到有空間就可能傳上去 百花齊放的啦 全面打多 又或者可能更多的球員衝入禁區 搬多一點去攻擊 因為現在很慘 就是我們沒有了卡蘇娜 以往有卡蘇娜 幫他們做到攻擊練 以及他中間的搬腳 現在沒有了卡蘇娜這一格 藍絲 你知道藍絲的 他也是喜歡上腳 到上到腳給奧斯的時候 可能奧斯都被人封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 奧斯威可以想辦法填補回沒有卡蘇娜那一格 可以想辦法拉多一點出來 幫多一點球 就是所謂的挺身而出 喂 你被人摸死 你自己多走兩步 拿空位 或者這樣說 其實雙兵陸續復出 我自己覺得每個人的關鍵性會越來越大 這樣其實對球隊才發展得比較健康一些 就是如果你依賴到某一個球員 好像其實這場球如果大家要罵奧斯威 其實更值得罵 更值得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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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太多的盤謀 就是如果你這場球這麼重要 要拿三分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有點拖慢了進攻節奏 而且他拿球的時候 無論他自己後場前場 他都要摸兩腳 是很危險的 就是鬥出來 有球不自然在禁區頂 我說要不要這樣 就是你早幾場球 你說其他隊友沒有太 你說他都不相信隊友 他相信自己 OK 那其他球員沒有太 你可以這樣看 但是這場球不是 很明顯 你是狀態比較差的一個 你要找出路的時候 你可能要放鬆一些 甚至乎你不如運用一下你自己那個 叫做阿仙奴擺的能力比較好的你 你可能入攝多一點 做球給其他球員做 也是一個辦法 慘啊 他這場的把握力都真的是驚天敬地 那球撻球也很頑皮 而且他平時撥左撥右 再撞過去的也不見 但是那球基奧特頂給和尚特那球好像是他斬的 我印象中他斬的 左腳他出的 對 左腳他出的 但其實他是推大力了 那一刻我已經吵吵頂 你右腳的嘛 你怎麼會這麼大力推下去 你推下去就迫著左腳在底線前出 那你質素有限 因為你右腳球員 誰知道又出得OK 還要基奧特弄一個金銘的手錘 很漂亮 你頂到地上 射力給你射 我想 去到這一刻 就是之前一直在規評基奧特的球迷 我想他們真的要改觀 我真的留意一下 中官整個英超裡面 沒有一個前鋒可以做到他這個頭錘的移傳 還有那個柱等式 那個連接 其實現在阿仙奴的進攻是很立體的 嗯 阿古路做不做得到 是阿古里當然厲害了 但是你就是要配合我們現在這個陣式 還有你打的打法裡面這麼好看 我覺得我找不到一個中鋒 是可以的 或者不要說只是英超 你就是在歐洲裡面的能賽 不出我覺得不出五個 是 我事後其實在想回 就是看完這一場球 我自己在想回基奧特以往有好表現的一個比賽 其實球隊都是需要打主角的 所以想到這個關鍵的問題 其實對著巴塞隆拿 有些人說他能夠為阿仙奴 提供更多的進攻的一個反數 其實如果我是玩家的話 我希望對巴塞隆拿 基奧特 是 是的 就是寧願出譬如和國特 甚至乎韋迫克 因為防殺反擊的時候 你對著巴塞隆 你預計了整場被人攻的時候 不如用一些線打反擊的球員 基奧特是沒有作用可言 如果你把基奧特拉到一個中場中附近的地方 就是他只能夠回一腳 然後又跑上去 就是可能那個球很快又被阿仙奧搶了 基奧特打主攻的時候 的確是陣地戰 能夠幫阿仙奧可能拿到更大機會拿到三分 但是如果 要打防反 要打防反的時候 我覺得基奧特可能收一收 我們現在有位迫克 那聽兩位這麼說 對基奧特這麼賺不絕口 那你認不認識 我幫你撐我 我幫你撐我 他就很愛基奧特的 我不是很愛 他一講到基奧特比阿古魯了 你聽不聽到 哈哈哈哈 我意思是 歐洲五大啊 大哥 他都不敢搭嘴啊 我意思是說 他的打法 用主陣式中鋒來講 我真的覺得他 喂 上場他設定了波比奧斯 我覺得這個 不是一個魯莽的 就是你不是一個魯莽的前鋒 是可以做得到 就是他是有意識 是拿著波頂給自己的隊友 這一下你是 你繼續說 或者幫 先問一下我 或者幫Tommy總結一下 其實就是 基奧特那一款就是 不能夠用入球的衡量 他價值的一個前鋒 我希望我再中立一點 基奧特今季是進步了的 做得好了的 但是 如果你說到歐洲五大 我真的說不中立 我講的歐洲五大 是這一類型 柱頓式中鋒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覺得 因為其實現在 自從摩連奴打4-3-3之後 陣式不同了 現在沒有人打4-4-2 這種傳統式 基奧特 這種柱頓式中鋒 已經很模糊 所以大家不喜歡他 那你覺得盧卡古厲害的是 基奧特厲害的 你說到要儲彈 我覺得基奧特厲害的 不是啊 不是 你說今天是一幫 真的 我們明了 我們明了 基奧特是厲害過盧卡古的 今晚大家聽到了 我們明了嘛 不用說了 只有李慧 但是五大這一款的中鋒 我認同的 但是你說強過盧卡古 五大 要想一想 還有強過阿古駱 不是 阿古駱不是那一款 我講的是這一種的 即是阿古駱下來 他是不是做這一款的田鋒 他不是 我都說 你可以將他對比為山齊史一類 這一類 或者你說蘇華雷斯那些 因為如果你說 大家可能看開現在這些 即是自從有魏九號 或者一些無風陣 大家會覺得 當然要美斯 斯朗 阿古駱 這些腳法好的球員 但是你真的要 以前的4-4-2裡面的話 如果放在 早15年前的英超 肌肉就打快了 因為打4-4-2嘛 那時候只有希斯基 你看 差幾件 我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法國國家隊 都說一定要找他 因為 因為賓斯馬被人踢出了國家隊 沒錯 因為賓斯馬又勒索 好啦 我們不要再說了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基努特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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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厲害 基努特厲害 基努特是無敵的 告訴你 在Dommy的心目中 我讚他有眼睛 我說是他進步了 我沒有理會這麼極端 是進步了 這場球我選了 也是選基努特的 哎呀 又射得漂亮那腳 又有這個鬥心 是啊 是啊 算了 算了他上身才能夠救到那一球 我上跑了 真的是上身 他這場比較感動的 所以你也喜歡了基努特 什麼呢 還有說這些 再贊了一個 還有一個要贊 真的剛才我們在這裡說了 就是蒙維爾 我想蒙維爾在我心目中現在 是今季裡面所有球員的狀態最穩定 而且是高的一個球員 我想他那個私生活裡面 或者各個東西 他維持那個狀態 是維持得很好 還有就是蒙維爾 我覺得他那個心態上 是最堅韌的一個人 是啊 是啊 想想那時候那個壓力是多麼大 就是我現在這樣說回來 他剛剛加盟那一季 大家都會記得我們輸6比3那一場 被人扮罵到他飛起 是啊 就是他很多很多場 咦 為什麼一個左閘魂家 會這樣搞他回來呢 但是自從他打一個中堅 再躺起來之後 我敢說現在 歐洲第一左閘 沒有出其右 他比左敵艾巴好 我敢說 你們講到 每次都講到 我不敢說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在我心目中 他在艾樹利高爾之後 我們最好的左閘 當然你要跟他在艾樹利高爾比 因為 我覺得高爾是真的很厲害的 但是自從打後 任何一個左後衛 我覺得他比真的厲害 我是西班牙國家隊主教練 我絕對出他 先過左敵艾巴 如果真的就是這個 是的 他打一個位置上 已經無可挑剔 派魂都選了他 他選了英超陣容 他都沒有看球 英超是老的 都買出來 是的 我這樣覺得 還有再看就是 他的年紀也不小 最重要是 正常他可能經歷了這麼多 應該會走下坡才是 但是他竟然是向上 越踢越好 越踢越穩定 目前還是29歲 可能是認識英超 始終西班牙那個後衛 跟英超那個後衛 做的事情不同 西班牙經常是寒 你知道我不斷退 蒙惠爾來到 我記得來之前 那些球員家對他的評價 就是他的全中質素是很好的 而他加上第一季 我看不到 到現在又穩陣 上去助攻 就是進退休度 還有他那個 好的現象其實 也帶動了 我覺得帶動到貝林蓮 因為大家西班牙人 大家都是去打一個閘位 對球賽的理解 雖然一個左閘一個右閘 但是 我覺得那個功夫 仍然都可以傳到給他 因為打的位置 其實只是左右調轉了 就是那個 你剛才說的 就是進攻他有兩點給你看 防守他有兩點給你看 就是我多欣賞 那經過了今集之後 我覺得面對你兩位 我很慚愧 因為你兩位才是真正的阿仙套粉絲 那些飛機打到一地都是 什麼飛機 我數據好事實 什麼歐洲五大 這個歐洲最強 那你要反駁我們 我沒有反駁你們 你要找一個 勁過夢懷疑的左閘 我不敢反駁你們兩位 但是也都不敢認同 我只可以說 OK 你們贏了 害怕 打到這麼行 OK 厲害 因為我不想被人笑而已 笑什麼 對的 你作為阿仙套球員 那你遲下吹來和國特 那些 我沒有吹我 但是我都說了 歐洲五大 OK 行 我已經比勞卡古 行 五大 我的意思是說他打這個 行啦 你不用說了 歐洲五大可以了 還有比勞卡古 比勞卡古 即是我說 歐洲找不出 只有五個裡面是打得這麼厲害 好好好 好 今集的冰公審世界到這裡 希望我們下集回來 都是這麼開心 對的 那一聲後年 對的 還沒拜年 還沒拜年 還說吧 不要一起說 祝大家後年身體健康 阿仙套今屆聯賽冠軍 冠軍 阿仙套冠軍 不行 我對你看 我祝大家 今年就 做事的賺多一點 讀書的就學業進步 最重要是人人身體健康 阿仙套今年當然是獲冠軍 到你 那你們都說了 你都沒什麼可以說 我想就是 香港就是平平安安 少一些爭拗 雖然我覺得真的很難 那 也都希望當權才有些智慧 不要說交易 還有大家最重要是出入平安 過千個學者說 要求政府成立這個獨立的委員會 去研究調查一下 那件事為什麼會發生 而被政府拒絕 我覺得真是智障 你根本完全是沒有那個心 想解決這件事 你只能夠把兩邊推到越來越高 好 大家不要再誠事論壇 我們這裡不是維園 Anyway 總之大家都開心心 幸福快樂 原本是因為祝金 金頭都沒有玩 真的太空了 下集冰軍的大家再見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索 survive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